而接受王光明董事长颁证奖学金的东大学生 也亲手写了感谢壮志线 更有音乐戏女大声献唱自创曲《太阳月亮》 并表示受到董事长启发 未来也希望可以成为照亮他人的人 一笔一画亲手写下 对来福公司投入学习资源的感谢 更感谢王光明董事长22年来 不间断带来关怀与鼓励 8号上午国立台东大学举办108学年度 第一学期台北来福公司 即关度辅论社 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发放来福社团奖学金 服务社团人员奖学金 体育奖学金 美术奖学金 音乐系奖学金 及清寒助学奖学金等六大类 校方出回赠感谢礼品 同学们更一一亲手写下感谢卡片 获奖学生表示 期盼未来以王光明董事长为榜样 进行回馈社会的善举 并将以更优异的学习态度回馈董事长 这次很高兴能申请到这个奖学金 然后也很感谢那个董事长 就是发这个奖金给我们 然后也很荣幸拿到 然后希望之后 如果我当董事长的话 我也可以这样子回馈给社会 之后就好好念书 好好上课 然后很多感谢的话都写在感谢卡里面 希望董事长会看 来自桃园复兴乡 现就读音乐系的王同学 跟现唱自创曲《太阳月亮》 向董事长表达谢意 你就像太阳 照亮我心房 是我的伤 从此就被遗忘 我就像月亮 守候你身旁 是你的心 从此不再空荡 要记得你有个家 随时让你回来 要记得我这句话 成功离你不远 王同学表示 歌曲背后意涵为鼓励在外打拼的游子 期许自己能够成为如同王董事长一样 能给予他人温暖 因为我自己也立志于希望用音乐 然后去做文化传承 台东大学学生表示 除获得奖学金与学习上的协助 更从董事长亲自颁赠的举动 感受到了温暖 期许自己未来用认真的学习态度 并透过帮助他人作为对这份善意最好的回馈 让爱与温暖继续绵延 记者江碧任台东市报道